主席 主席,我們先請衛福部 請衛福部 蔡次長 次長好 次長,我先說個題外話 昨天其實我們是討論健保相關的問題 那其實昨天我有提到說這個健保核三的問題 那因為你前幾天也有提到說這個健保核三 未來這個委員要居民的事情 你會盡快來推動 那您現在預計大概多久之後 我們可以就是完成這個居民核三的這個事情 我跟我們報告一下 那我想這個健保核三其實對醫界來講 要不要居民這個兩派意見都有 所以目前我們是在做一個調查 那調查的對象呢 除了那個以前曾經當過審查委員 還有就是各個專科醫學會 還有一些這個全聯會之外 我們希望能夠透過全聯會 對所有的醫師做調查 然後最後我們會根據這個調查的結果 然後看大家如果說他反對主要是什麼理由 那我們對這些理由來做出一些 跟醫界之間的溝通之後 那我們最快應該在兩個月裡面這個調查可以出來 然後我們就分析一下 如果我們做居民審查 大概會有什麼樣子的利弊 然後接下來 當然如果說大部分的都贊成的話 當然你就可以全面實施 但是如果說大家還有疑慮的話 那我們就不排除說是從某一個區 或者是從某一個大家比較有共識的科 開始去做實施 那如果試辦一段時間之後 然後我們再把這個利弊做一個分析之後呢 然後把這些大家比較疑慮的部分把它解除掉之後 然後再來全面實施 OK好 所以現在是預計是兩個月來做調查 好那這部分也就是要麻煩就是次長 要對於這件事情要積極一點喔 因為其實這在一屆的一個反彈的聲浪其實非常大的喔 那大家對於這樣黑箱的一個 就是河山的一個過程 大家是很沒有信心的 那我覺得要解決這問題 就是還是要公開 然後把這個認定的過程 讓醫師都能夠清楚喔 所以這件事情 今天還是再一次跟次長這邊 在做一個就是說明喔 那接下來我就進到我們今天討論這個 失眠的一個問題喔 那部長我想喔 衛福部應該都每年都有做這個 我們十大十英的統計啦 那癌症其實已經 纏連這個十大十英之手已經很很久了 好那我想問一下喔 呃 次長你 我們現在喔 這個離癌裡面喔 現在的前三名是 是哪三種癌症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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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請我們那個 好 我也好 我們現在目前是腸癌 肝癌跟這個大腸癌 肝癌 長癌跟大腸癌 然後肺癌的話是 肺癌 肺癌這個 肝癌跟大腸癌 好所以肺癌是第一名啦 沒有錯喔 好我想說奇怪 我看資料怎麼跟你不一樣 好來 那接著我想問一下 我們針對於肺癌這一塊 應該有做過一些成因的一個研究喔 那就衛福部這邊所掌握的喔 我們現在國人罹患這個肺癌喔 最主要的因素有哪一些 我們一般來講肺癌喔 它最主要的還是一個 煙害的一個原因啦 最主要的吸煙會造成這個肺癌 大概全世界都是一樣 我們國人也是一樣的 那在這個 除了這個以外 當然也有很多的其他的因素 會造成肺癌 那譬如說有一個遺傳的因素 也是其中之一 那另外還有就是 空氣污染這個部分呢 也會有6%會造成肺癌 那還有一些很多其他的因素 那當然有一些是 後續我們還在做研究的 目前我們有一個委託計畫 嗯哼好 謝謝喔 剛剛講到這幾項喔 其實我查的這個資料上面都有寫喔 抽煙是最大的 那二手煙 然後空氣污染 那當然還有另外一個 就是我們今天討論的職業的一個問題 那當然還有一些慢性的一個病變等等的 這都是造成肺癌的一個很大的成因 所以我們現在 國人罹患肺癌 是首要的一個癌症的一個第一名喔 那我就要問說喔 其實大家都很怕罹患癌症 那這一些癌症這個會治癌的因素 我們剛剛所說的肺癌這一塊喔 我們衛福部有沒有跟相關的單位 來就是有沒有辦法去做一些 機器排除的一些作為 譬如說我們剛剛講的 譬如空氣的問題 空屋的部分 你們有沒有跟環保署 有怎麼樣的一個配合 那譬如說職業的部分 你們跟勞動部有沒有怎麼樣的一個合作 可以做一個說法 像我們這個跨師署的合作呢 一向都是非常的密切 那譬如說這個環保署這邊 我們在這個空屋的這個裡面呢 會有一個跨部會的一個合作 那這個是一直在做的 所以另外呢就是我們自己部分 也有做一些像國衛院這邊 我們有一些委託專家學者 做比較大規模的一些研究 好 但是你說我在做 但是我都沒有聽到你說做了什麼 其實我們想要聽到的是說 真正做了什麼 譬如說像今天我們討論的職業的部分 我們衛福部這邊 到底跟勞動部這邊互相配合的是什麼東西 這邊我希望就是 衛福部能夠做一個 比較簡要的一個說明 比較具體的一個 現在的一些專案等等的 跟委員報告 因為這個 這個失眠引起的這個肺癌叫做 肩皮瘤 其實這個我們有統計一下 從2000年到2013年 其實他每年發生數是不高了 大概就是大概40到80左右 那他我們也調查一下 他的這個地域的分佈 並沒有集中的現象 那所以 所以就我們很難去找到說 他是不是有某一個地方 是不是因為環境問題 讓他這種病比較多 市長謝謝喔 其實我今天我剛剛這個問題 也沒有局限在肺癌 我只是說 如果說就是我們像這些問題 就是跟其他部會之間有沒有一些 比較特殊的一些配合 這個我是覺得 是我蠻好奇的啦 那我這個問題 我想如果會後可以的話 請您再補上一些資料 讓我來做一些參考 那接下來我要問到就是 配合之間的關係 那我還是要請一下我們勞動部 我們郭部長 好 委員好 郭部長好 我們今天討論這個失眠 它是一級的致癌物 那其實你們今天的報告裡面 也寫的相當的完整 但是因為其實這個議題 過去其實重視的人並不是太多 所以其實台灣人其實知道 這個失眠的一個危害其實是不多的 就大家訪見民眾其實對於失眠 這個認識其實是很低的 好 那我就要問說 因為這個報告裡面也有講到說 這潛伏期非常的長 可能20到40年 我們從小都已經長大了 都已經成人都有投票權了 這個時間這麼的長 那因為我們早期 都這個失眠都用在建材 或是在造船的器材裡面 好 那我今天就要問說 因為這個20到40年 到現在已經有專家說 已經要進入這個發病的高峰期 可能2018年 這個附近就會是一個高峰期 那衛福部在報告裡面有說 你們有在做一些關注跟追蹤 好 那我就要問說 我們現在這些持續關注 這些勞工的一個健康 以及說我們在針對這些勞工 做一些預防或是這個診斷 或是追蹤的這個清澈 有沒有做出來 那我們做這些清澈是怎麼樣來的 是 報委員這是陸陸續續在充實當中 這個清澈 我們大概分兩部分 一部分是現在目前還在從事 跟失眠相關的這些行業 他們這些工作人員 那麼我們會去做訪事 然後去輔導 去做對事業單位的監測 然後對現有的這些勞工 就給他們實施健康檢查 然後把健康檢查的資料 我們會做列管追蹤 那麼對於過去曾經從事這個的 我們也會陸陸續續 從今年開始 我們從造船業 拆船業先開始先做起 然後慢慢的擴大 就過去從訪寶資料裡面 可以找得出來 他曾經有這樣子 在這個暴露的環境當中工作的 我們也會慢慢的建這個名冊 所以先從造船 拆船跟建船開始 跟造船開始 那這個營建在拆遷的這一個部分 這個我們跟營建署也有合作 因為就是希望能夠 有一個很好的通報制度 知道他什麼時候開始拆 那麼在拆的現場裡面 我們有一些相關的規範 希望能夠在拆的這個現場裡面 也做一些監測或是一些管控 好 因為其實這兩大事 我覺得應該是暴露在這個 失眠的一個危害下 最主要兩塊的一個勞工 那我這邊也希望說 衛福部盡快的把這個清策把它列出來 那針對這些勞工 我們要做一定的一個追蹤 以及他們健康的一個關注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事情 那現在 我們這個內政部啊 部長你們這邊有內政部給你們的 這個就是類似他們這個實眠屋 因為以前有海沙屋 有輻射屋的這種清策 那他們有給你們過 就是這種實眠屋的一個清策的資料嗎 沒有 沒有 所以其實你們現在 就是要跟他們要 然後再去找這些勞工是誰 才可以做出來嘛對不對 所以這部分 我們也有從北的方面 譬如說剛才講說 他們如果有些勞保資料 但是這些東西 還不一定會有直接的關係 還需要做一些過濾啦 所以做起來蠻辛苦的 蠻辛苦的 但是這個部分 我覺得還是要很努力去做 因為等一下 我會跟部長講一下 就是日本有一個判決 我不曉得就是部長知不知道 但是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那接下來我就問一下 現在我們這個職災的部分 剛剛這個報告裡面也有寫說 即使他沒有家暴 他也是可以申請 那如果有家暴他退休了 我們也是可以協助他認定 也是都可以做這件事情 但是這個認定很困難 剛剛我們這個趙偉也有講 這個認定非常非常的困難 所以這部分我們在認定的時候 我們勞動部這邊 在做這職災認定的時候 是怎麼去認定的 我們大概目前比較主要做法兩個 第一個就是我們會制定 已經制定參考的指引 第二個是我們有成立了 十大職業災害防治中心 那麼這個都跟各大醫院來合作 所以那裡面有一些專科 職業職災方面的專科醫生 可以提供認定或是一些諮詢 透過這兩個做法 目前大概執災的發現率 已經比過去大概多了三倍 但是我想未來還會繼續再加強 好 那因為其實台灣現在 如果針對於我們今天講的 這個危害的部分 我們現在只能透過勞保 這個強制性 社會強制性的保險去處理它 可是其實像日本他們有定專法 他們其實有定的是 失眠健康損害救濟法 那南韓在2010年也有定了一個 失眠損害救濟法 那其實這兩個國家他們已經都有定了 那其實現在台灣沒有定這樣的專法 那我想要問的是說 我們台灣有思考過 要仿效就是日本跟南韓去定 這種特別的一個專法 或者是安全法規嗎 包括我剛才提到那個可能是環保單位所定的 有關於公共危害方面的 那麼在我們勞政的部分 在保險部分 我們現在目前要定的是直災保險專法 那麼在裡面大概會就針對這些 罹患這些方面疾病的勞工有一些補償這些作用 所以大概作用不太一樣了 作用不太一樣好 但是我這邊要跟部長講 我剛剛講了一個日本他有一個最高法院的判決 在2014年的10月 如果你有興趣也可以看一下 這是針對這失眠的職災所做出來的 因為日本的他這個判決是說 因為日本政府他沒有做好職場安全衛生的管理 導致勞工他暴露在這個失眠的這個損害底下 那中央政府應該要為他的一個行政的一個管理書士去負責 其實聽到這裡應該會覺得跟那個官場工人 有一點異曲同工之妙 因為政府他的一個疏失 所以他必須負上這樣的責任 那時候判賠的是約大概6600萬的台幣 轉換回來是6600萬 那時候的勞動部長他也針對這件事情 去做出道歉的這個行為 所以我想要提供這個案例讓勞動部去參考 即使現在這個議題大家都還不是非常的關注 那現在也不是發生的高峰期可能近期 可能未來幾年是這個高峰期 但是這件事情是我們政府都知道的事情 如果我們現在沒有好好的去做處理 那未來發生的時候這責任就在政府的身上了 所以在這邊再一次的提醒 如果我們現在知道了 我們現在可能要積極的去有一些作為 好 謝謝 謝謝委員 謝謝 好 謝謝